那有關那個DataList的這個控制項我們大概看一下 這個DataList的這個控制項跟那個 這個前面那個FoneView或者是這個所謂的DetailView它是相同 它可以顯示網頁版本配置 這個部分 相關的這個版面配置必須要自行設計 所以對於這個FoneView控制項操作 它這個DataList的控制項也可以使用 有關那個版面設定的部分 這個部分你可以用CSS來設計 那這個部分的話最大缺點是無法做分頁的功能 也就是說呢 你這個地方如果要像那個 Review裡面也可以分頁 然後那個FoneView裡面也可以分頁 可是在DataList就不能分頁 所以其實在那個後面第九章 還有一個控制項 其實就是在解決 這個DataList的缺點 那DataList的優點就是說 它是 ASP.NET 2.0就有了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伺服器 上面的版本比較舊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 可是如果說你要用新的控制項 就必須要升級到4.0 4.0 有些Server它不一定有安裝到 ASP.NET 4.0的版本 所以有些控制項就不能使用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那這邊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它 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它不能做新增修改刪除的功能 在DataList裡面 所以後面呢 在第九章裡面有個叫 ListView 跟那個DataPage Page 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其實就是 要改良這個 這個DataList的缺點 所以在下一章會有詳細的說明 那裡面的話呢 相關的基本功能 其實呢 在 這一個 這個 這個地方 跟前面也類似 就是說呢 第一個你必須要用一個 所謂的DataSource的控制項 那如果是用SS 我沒有SS 如果是Seql Server 就用Seql Server 那我們這個範例的話呢 它有個 這個 一個資料庫 是 把那個論壇裡面的 資料 這個有留言版的資料 把它做一個 顯示出來 那這邊的話呢 自來源 把它拖拉進來 那這邊的話呢 有個Item Temperate 一個樣本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記得應該是 一定要選 如果你沒有選的話 它沒有一個樣本 就會顯示錯誤 那其他的話呢 就是說呢 它還有一個比較 特別的功能 它可以顯示多藍 多藍的顯示 那這個也是它一個特色 這個部分好像在 ListView裡面 是做不到的 那這邊的話呢 可以更多的資料 這是 那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藉由幾個屬性 比如說Repeat 這個 Colence 這個還有個 Repeat Direction 你可以去控制它的那個 擠欄 跟那個方向 這部分